下午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下午的学习课程 先说一下市场 那么今天指数依然是一个探底调整的走势 就是从指数层面上来讲呢 走的还是差了一点 就是因为快的话 其实今天下午就应该是要直跌回升的 那今天下午其实充其量只能算是直跌 对吧,没有太明显的回升 也就是说直跌起稳吧 如果我们看这个就是上升这块的话 基本上分时就是一个直跌的 就是这个是低点嘛,对吧 就直跌的回稳 所以这个直跌的回稳呢 相比较而言还是差了一点 然后两次个股呢也是跌多涨少 今天的这个成交量依然只有8000多 相比较昨天可能稍微好一点 对吧,也就是说8400亿的成交量 比昨天稍微略有一点增加 那当然本身是调整的 这个成交量我觉得还行 至少还 成绩要比昨天好一点 那么大盘实际上已经连续调整了三天了 如果我们看60分钟 就是看60分钟 这个情况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指数的这波反弹 我们来看一下 这指数的这个反弹 这是反弹的A 现在走的就是B B的调整 然后应该还有一段就是反弹的C 那么最 可能最高我觉得也就这个位置了 就画的这个位置 差不多就是3130点这个位置 最高就是这 当然后面要看 整个来讲就是这个结构 那么我的判断是说从明天开始可能 经过连续调整 因为上阵今天也调到了20天均线这个位置 差不多对吧 那么创业板在30天这个位置 所以短期来讲 这个调整应该差不多了 最后面还要走 把这个反弹的C段走完 那么反弹的C段很有可能就是在下周 就大家能够看得到的这个高点应该在下周 可能15、6号吧 那到了这个点上 可能就要 一旦就是出现回撤的话 那就整段 就这个整段11月份的这个反弹就结束了 那结束了以后 大家都知道就是要去再寻一下右侧底 就在日线上呢 这要去打右侧底 那么右侧底呢 理论上从周线来看 应该是要破2863的 破的概率是有的 所以我们就到时候再看 对吧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从茅台结构上来看 看一下茅台的周线 大家知道了 对吧 茅台周线不管怎么样 就后面再拉一把上去 比如说再往上攻一下 它的五周军线反压的很厉害 五周军线 十周军线 上方所有的这个中期的这个军线都是反压的 就有点像劈头散发 那这种情况下 一般军线实际上代表的是趋势 就是哪怕它是上穿了 比如说第一次上穿了 但是因为军线它没有扭过来嘛 对吧 它不能形成支撑 所以呢 它的这个整个的趋势依然向下 所以上去也得还要下来 所以如果茅台还要有底要寻 对吧 或者说还要有这个二次探底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指数 对吧 指数肯定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指数还会有一次右侧的底 好 那么我也希望说 早一点吧 反正就是如果在十一月中下寻 形成二次探底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是在十二月份 对吧 就是十二月的中下旬 反而是能够见到右侧底 这样的话呢 跨年的行情也好 或者说是指数在年内能够 呃 就是 完成所有的底部结构 最终开始走这个新的上升结构 那 就是时间上我就觉得比较契合 那现在不管怎么说吧 反正就是 熊市的尾端 牛市的开端 对吧 那为什么这么说 也许你看指数 就是我们看指数 呃 看个股 可能会不一样 就所谓的不一样 就是 我认为 比如说贵州茅台依然在熊市 对吧 然后你看 上升五菱 我依然 也是在熊市 对吧 他的这种反弹也是一样的 呃 他现在是五周军线 虽然碰上去了 但是为什么下来呢 是因为 他的整个的趋势 现在向下 他没扭过来 对吧 那么这个显然是不牢靠的了 二次探底的概率极大 好 那这是 这是比如说 这一类的指数 那么这是 依然是在熊市的尾端了 对吧 那为什么有的指数 我说有的个股 是在用熊市的开端呢 因为柯上板指数 很大概率是没有低点了 对吧 他已经完成了 就是完成了对于双底的结构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 他实际上已经在牛市的开端 所以他后面其实回调 及时 就是一个更好的上车的机会 就大概这个情况 好吧 那么柯上板也跟大家讲过了 对吧 之前不是成交量一下子说的很厉害吗 就成交量回到了700亿以下 我就说这就麻烦了 就代表市场的调整 而且这个调整是日线级别的调整 那么 昨天也继续跌 成交量只有500多亿了 今天又回到了600多亿 说明今天这个下跌 下方是有承接的 就是这一段的跌 下方是有承接的 那么 介于这种 下方是有承接的 预期 所以短期可能也会 柯上板也会有反弹 那大家记得 如果反弹 第一个 成交量不能重新回到700亿之上 或者说反弹 一两天是700亿 后面又跌回去700亿了 那么你就做好 反弹结束以后 对吧 或者说做双头结束以后 还要下 那么目标是在这里 我画了一个 就是画了一个大概的区间 所以这波调 就是整体后面的调整 就短期可能 还有一个向上的结构 对吧 这里还有一个向上结构 那最终的目标是在这里 那当然这是 纯技术的话 对吧 就是 我们先看这里的支撑吧 先看这里的支撑 真是客装吧 那么 互生市场 接下来 反弹的成交量 至少也在9000亿上 至少也在9000亿上 那好一点就是9500亿 对吧 至少也这样 那么 如果后面的反弹 达不到这个要求 就是 勉强9000亿 或者在9500亿之下 那么你也知道了 这一段 就是后面这段反弹 后面的这段反弹 就是再起来这段反弹 其实就是最后的 这波反弹的 这个就是背驰 阶段或者叫做背离阶段 对吧 反正就是 我说的这个 话大家都能理解 就是所谓的 这个第一波下 上涨上完了以后 就是调整 调整以后再往上来 那就会 打出一个背离 比如说60分钟的 顶背离 对吧 就这种情况 那么一旦出现了 这个顶背离 那就 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一段反弹就结束了 那么往往呢 后面这一段的反弹 有可能是赚指数 不赚钱的 甚至于有的人 是会亏损的 所以我也不建议 大家一起参与 就是下周的反弹 有反弹也不建议 大家参与 为什么说 不建议大家参与 很有可能 比如说 从今天的板块的情况上来讲 有可能 因为这波行情当中的 券商板块 没什么涨 所以从今天券商板块的情况上来看 不排出后面 券商会 再来拉一下指数 对吧 或者权重再来拉一下指数 那就 反正就差不多了 反正就差不多了 因为明天就11号了 就双11对吧 然后我们是 这个 就是两天的休息嘛 再回来的时候 就是如果到11月16号的话 其实这只有三个交易日 那么这三个交易日指数 但凡就是出现了一个 就是比如说打过了 真的打过了3100点 那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16号是周三 下周三 17号就会走死 所以不排除指数 真的就是在下周三 见到一个高点 然后后面又是会迎来月末 效应 以及本身自身 这个就是A股自身结构上 带来的调整 这是一个共振 那我把这个是 先讲啊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纯技术分析 加上一些 市场的特征 对吧 包括权重骨啊 包括上振50啊 这些特征 那么盘面上有些什么情况呢 好 那我们也来说一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这几天 其实你做其他 第一个你交易交易的 就是难度很高 这几天大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吧 看这个大家就明白了 就是比如说 最近的三天 这一天 两天 三天嘛 对吧 这最近的三天 三个交易 大家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个股市跌多涨少 对吧 是不是个股市跌多涨少 也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在这三天里面 做交易的难度非常的大 基本上 如果你不是做头部的股票 你是赚不到钱的 你根本就赚不到钱 所以呢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市场又进入了一个 叫做什么 抱团高标股的情况 或者叫做 以前我们讲的叫 抱团腰股 对吧 就炒腰股抱团 就大部分的活跌的资金 都在这里面 如果你不是在这里面的 那基本上 就你的股票 你买的股票不会涨 然后或者说 你持有的股票 不涨反跌 就这种情况 对吧 那么 这种情况实际上 往往也是出现在一些 市场反弹的尾端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找不到 更好的标的了 所以大家资金 都打成了一个共识 就大家都去抱团 一些高标的东西 等到报团完 高标的瓦解了 那市场整个就 再来一次 就是共证的下跌 对吧 所以 现在的情况就这样 那我们来说一下 现在大家都在找说 是不是有去年 久安医疗 对吧 久安医疗的这个腰股 会不会 重现 那么 我这种腰股呢 就去年这种腰股呢 久安医疗这种腰股 可遇不可求 为什么说可遇不可求呢 就是 你要走出来才知道 在没走出来之前 你没有办法去 百分之百的判断 时间跟位置 对吧 甚至于某一只个股 那久安医疗是从 去年十一月份开始的嘛 就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嘛 十五号嘛 差不多对吧 十一月十五号 那今年有可能已经提前了 今年个股 有可能已经提前了 那么 目前能够路选的 就是三个吧 我觉得是三个 第一 我一个一个来讲啊 现在市场上呢 觉得 这个 吸引是有可能就是 过去年的这个 久安医疗 就去年久安医疗 为什么呢 因为从位置 启动的位置 跟整个的盘子来看 四个多余的盘子 启动的位置 对吧 它启动的位置在这里嘛 启动的位置 也就是说 位置比较 这个价格比较低 位置比较低 就四块多启动了 对吧 所以大家都觉得 这个股票 成 就有点复制 久安医疗的概率更大 为什么呢 它从来就没有一字版 就这种 这种换手换手换手 越是换手充分 越容易 就形成共识 对吧 然后呢 筹码结构也还行 大家可以看一下 筹码结构也还行 对吧 这是一个 不管是从整个的盘子 价格 对吧 就我们之前讲 最好是十块钱以下的东西 那都有这种成为 跨年腰股的潜力 那么这就是西安隐私了 另外还有两家呢 就是纯粹的高腰股 那就是 我们讲的叫 天鹅股份 对吧 天鹅股份呢 也还行吧 我觉得也还行 缺点是什么呢 天鹅股份的 盘子稍微小了点 就大的资金进不去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天鹅股份的 绝对价格 稍微高了一点点 对吧 就绝对价格稍微高了 而且它作为一个弹性标的 就连续的板 那有可能要被停牌的 那有可能会被停牌 所以这是天鹅 但天鹅也有好的地方 对吧 它作为一个高标股 而且是六大头的 六支大头的 对吧 那又是供销社概念的龙头 因为它算是一个独立股嘛 而且筹码的结构 也很好 大家可以看 它底部的筹码结构还在 都挺好的 对吧 就筹码结构也很好 那么这个也算是候选之一 但最终 谁能留下来 谁会被PK掉 不知道 对吧 另外还有一支股票 众生药业 众生药业的缺点 就是盘子稍微大了一点 价格高了一点 但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它也有优点啊 它的优点是什么 历史新高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历史新高呢 有一个好的地方 好处在哪里呢 呃 就是 因为有历史新高 它就不会 一旦控盘 就不 只要里面的主力 自己 就是向往上做 那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抛压 就是没有更多的压力 对吧 大家都知道 打出历史新高的股票 也就是说 解放所有的套脑盘 它就没有什么压力 往上走 那么基本面上呢 也还行 就是筹码基本面都还行 基本面是什么呢 就是 大家知道嘛 现在 呃 其实实际上 国内的疫情还是反反复复 包括广州啊 对吧 其他地方啊 就是疫情还是 蛮严重的啊 包括北京好像也 呃 过百了吧 对吧 那么 其实 最近这一轮行情 最 从最刚刚开始 大家有一天 这个指数大涨 对吧 大家都在传的是什么呢 就是开放 对吧 就对开放的预期吧 但是有 有 有这个 呃 就 怎么说 就是 呃 开放是肯定要开放的 就开放无非就是时间的问题 对吧 但是开放 它是有前提条件的 因为你要做好开放的准备工作嘛 那什么是准备工作 第一个 有可能从我们现在的免费的新冠的检测 变成什么 就是我们本身自己 呃 掏钱 或者说自己自策的那种抗原检测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 嗯 各地要健 呃 完善方舱的 这个 隔离的这个 嗯 医院 对吧 然后呢 要有 比较好的一些医疗 测试的配套 比如说呼吸机啊 啊 对吧 然后这个 就是 嗯 整个的这种 比如说 新冠的 啊 疫苗啊 对吧 那么 这块来讲 就是 设备 设备端 对吧 就类似呼吸机啊 这样的设备端要 提供好 就不能造成医疗挤兑 然后还有个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 一个是 有效的 呃 抗 新冠疫情的这个 疫苗 还有一个就是要有特效药 所以这两个 就是肯定是必须的 因为你要 你要想全部开放的话 对吧 那 这 肯定是要有 就有点像 啊 感冒了 我有感冒药 那就没事 对吧 那感冒就不会成为一个 呃 就是 对 大众有杀伤力的这种 嗯 疾病了 对吧 他更多的是个体的问题 就你感冒了 你自己休息一下 吃吃片这个感冒药 基本上过两天就会好了 对吧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 这也是为什么 这段时间 大家会看到医药股走了一个独立的行情 医药本身是条主线 那从最终最最早的医疗性基建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医疗设备这些 开始做炒 然后炒到 这个现在纯粹的炒 新冠药 以及新冠的一些 检测设备啊 之类之类的这些东西 那么最近的新冠药走得很好 所以众生药业是其中的一块 那么还有一个 比如说轻度防范的 就是来自医药板块里面的中药 对吧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医药板块 医药板块里面的中药对吧 包括一些就是像这种双层药业啊 龙金啊 这个盘龙啊 对吧 神奇啊 这些一般 贵州三里啊 这些都是中药 包括儿科的药 对吧 所以就是炒了这些 那么我觉得很正常 龙头毫无疑问 对吧 就是现在的龙头 绝对的龙头 像金黄之药这些又拿来炒了 就是众生药业 那像苏太神这些呢 就是都是 包括之前的这个 军石啊 这个还有那个叫什么 也是做这个就是 西路是这个疫苗的 对吧 那么像这种 可能就是 抗西诺 对吧 抗西诺 就是那个 抗西诺 这类的 对吧 其实还是在反反复复的炒的 那么这些呢 都是跟新冠 就是有关系 同时最近反正我就说了 因为整个的新冠最快 国内还是反反复复吧 就是那么 如果反反复复的话呢 肯定是最受益的 就是医药股 对吧 那么医药股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就是炒作的方向 那甚至于说 在过年前 如果这种 就是每天新增的人数啊 没有太明显的改善的话 那这个医药板块 应该还有的玩 还有的玩 对吧 那么再加上医药板块 本身 我之前说了 就是机构想要回血 在因为11月底 又轮到这个机构的排名了 对吧 基金的排名 想要回血 其实医药这块是最好的 就是这波医药打上去的话 对它的这个 就是产品的禁止回血 是最有帮助的 所以现在来看就是这样 那么医药反正大家就去看了 就是这个 众生药业了 对吧 还有呢 像那些一样 特医这种 对吧 就助攻的 助攻的 特医 都算的 对吧 双层 都算的 那么医药可能昨天 一个是昨天 一个是今天 对吧 都有大面积的涨停 以及冲高 所以不排除说 到明天的话 那医药这块 可能会主动修 修整一下 休息一下 那么 软件这块 对吧 软件服务这块 那软件服务这块 其实今天涨的 涨的最好的 其实不是性创 但是我们 不管怎么样 就是 性创里面也有些 股票在涨 实际上是 它涨的是另外一块 对吧 就是来自于 就是有点像 呃 元宇宙概念里面 生出来的 那个叫 呃 Web3.0概念 好 Web3.0概念 那么Web3.0的概念 的这个龙头呢 绝对的龙头 就是天地带线 昨天我写公众号的时候 也说了 对吧 本来我预计说 今天至少 天地再建 也会去卡一下 那个 反卡嘛 就是 嗯 就是反PK的 这个 这个天鹅股份嘛 对吧 但实际上是双双晋级了 那天鹅 为什么会双双晋级呢 是因为有那个 找上这个天鹅的一只板 天鹅直接一只板了 那它本身是 供销社概念里面的跟风 小弟 对吧 结果小弟直接一只板了 那肯定大哥 毫无疑问 去九年板了 对吧 那么现在天鹅的问题就是 会不会停 对吧 因为之前已经是三次异动了 呃 这个今天晚上不知道会不会停 对吧 这个不好说 那如果不停 那明天再往上攻的话 有可能周末也会零停掉 啊 就是这个是呃 供销社概念 对吧 供销社概念就是加分项了 因为天鹅的涨停 那么web3.0这块呢 嗯 今天继续的发酵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熊岸火计 这个涨停了 对吧 熊岸火计涨停了 然后还有个 其实这也算 扶持控股 他现在也算这个 呃 也算是这个 就是 不能算web3.0吧 他也算是 这个 其实就是 因为涨停 他就把它画到这个里面去了 对吧 web3.0概念 那实际上他也算是 这个虚拟现实 以之前的虚拟现实 或者元宇宙概念当中的一环 因为他改过名字了 原来那个股票 叫什么名字 我忘记了 我看一下啊 他改过名字的 嗯 叫什么名字 好 华一家姓 对 以前是华一家姓 对吧 后来改了名字了 就是 这个出来以后就改名字 然后变成什么 胡思控股了 那么今天 价格也比较低嘛 反正也算是web3.0 然后什么 这个天下修啊 等等啊 这些都涨上来 对吧 那大家反正记得 这个大的龙头 就是天地在线 就是天地在线 那么大家反正就去看 天地在线就好了 天地在线的缺点是筹码 结构稍微差了一点 筹码结构差了一点 所以这个呢 不好说 那这些实际上 都是属于软件股的分支 因为今天软件股 在这个最早的时候 就进创这块 今天早上是有顶的 第一个是龙基嘛 对吧 龙基早上很快也上版了 在这之前 它有两个 一个就是九远银海 九远银海比它上的更快 九远银海很快 也是上版的 所以九远银海也好啊 这个 龙基股份也好啊 那么上版了以后呢 就是对于 等于说是性创这块嘛 对吧 我来看一下 对于性创这块 那还有一个 这个 对吧 也是很快上版的 早上很快上版 那么这个就是对性创 是属于加分享 那本来我今天已经想好了 说 收盘的时候来跟大家讲 大家可能比较关心说 那个中军 对吧 我先一个一个说吧 中军 这个 就是 中国软件 对吧 中国软件 现在依然不能说 它完全就结束了 就说一下 不能完全说它结束了 但关键大家可能 还是要看这个 金业达嘛 因为金业达倒了一段时间 大家会发现高标股并没有倒 是因为有天鹅 这个天地 对吧 这个包括 就是 众 众生药业 对吧 就这些 这个西安饮食 就顶着上面 那么金业达呢 本来我今天 课程已经准备好 大家可以看 对吧 就接近两五十 那这就是典型的尾盘抢筹嘛 就是为明天打预期 但现在有个问题 因为你尾盘抢得太凶了 就是尾盘抢得太凶 那就变成了 这些都是获利盘 对吧 就是你抢进去了 变成获利盘 那么也就是说 明天也有可能会被砸 就早上明天要看一下 明天要看一下金业达 是早上依然低开 对吧 或者说是往下砸 还是说超预期 所谓的弱转强 那弱转强是什么呢 你开盘要开在五十九块钱左右 或者说五十九块钱以上 那这个就是弱转强 典型也就是说 今天尾盘抢进去的 这八千多手 都是获利盘 而且是往上要 继续往上干的 对吧 那这个才是一个 比较好的弱转强 所以这个是要需要 在明天看的 现在依然不能够确定 要明天看 那如果说明天 金业达能够弱转强 同时中国软件 能够反弹的话 那明天的加分项 就是来自于数字 这个就是来自于数字经济 一段的 就是说信创 包括这个 甚至于web3.0 也会被这个加强 然后呢 云计算等等 这个数字货币 这些对吧 都有可能会被加强 因为为什么我说 都有可能会被加强呢 首先有一点是 现在等于说 高标这些东西还没有到 对吧 那么可以高标的这些东西 可能在高位 还是需要有震荡 第一 他就是有这种强化 然后 医药这块呢 因为整个众生 他走的是趋势 就是 他有可能连板 两个连板 你看 然后 断板 又两个连板 那后面有可能再断板 再往上 他走的本身就是趋势 那 医药这块已经走了 走强了两天了 所以到明天 概率是偏大的 那如果医药明天分化 那么从题材这块来讲 想要接力的那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尾盘 由资金去打提前量 去拉这个敬业打 那大家想的就是那资金会不会去回流 这个软件这一块 对吧 但是大家也别忘记 因为我说了明 从指数层面上来讲 明天应该要反弹 那指数反弹的核心 无非就两块了 今天大家可以看 我们看指数啊 就是看看板块啊 今天实际上 酿酒板块 食品板块 包括旅游酒店板块 已经实际上已经动了 对吧 就已经动了吗 大家可以看 包括贵州茅台 也今天止跌了 已经止跌就提前了 所以呢 从指数层面上来讲 无非两块嘛 第一个就是消费端的 就像白酒这块的 要动 那带指数 还有一个就是金融端的 金融端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券商今天也是这样 对吧 那么 经常券商银行 大家可以看 保险都是这样的 其实他们本身 今天对指数 是有正向贡献的 对吧 那么 给指数造成困惑的是什么呢 今天 更多的是来自于 新能源赛道 有色 煤炭 这些东西 对吧 就是或者说是这个 就是 周期类的 加上 赛道 以及 这个 军工类的 这些 这些东西 稍微差一点 所以对 这个指数 是有点 影响的 但 他们就是 这些对指数 相对友好的 这些板块 其实今天走的 并不弱 就大的 大的这种 权重 对吧 首先 食品饮料 先止跌了 然后金融 三个金融的大块头 保险涨幅第一 对吧 每次凡就保险 一般都 就是最近的金融股里面 保险都是还行 对吧 然后 就是 这个 银行跟这个券商 地产呢 也还行 对吧 所以 如果大家可以看看 上证五零的话 上证五零基本上就是平盘 对吧 就平盘 它就是率先有起稳的迹象 这也是为明天 指数的反弹 创造了条件 那么指数反弹 还有一块 因为它是要来自 创业板这里的 那创业板 还有个缺口 今天还有个缺口 那正常来讲 这个缺口也是要补掉的 后面 对吧 上去 那创业板端 就从创业板端来讲 大家可以 首先考虑的是 你 对吧 要反弹了 因为你又下去了 那么 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如果指数都要 同步反弹的话 还有一块东西 要反弹 那就是什么 来自新能源赛道 好 这个是 就是新能源赛道 因为你看 今天是跌幅剧前的 电池啊 锂矿啊 这些东西 对吧 那锂矿是最近的 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那么也就是说 锂矿 因为有锂矿自主嘛 这块对吧 那锂矿 不排除锂矿也要反扑 对吧 锂矿啊 电池啊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 那么 唯一我觉得 今天走的比我预期想的 更差的是什么呢 就是 半导体板块 比我想象的要差 就是这个板块 今天跌的比较多的 一个是半导体板块 一个是工业木材板块 这两个板块跌的比较多 那么半导体板块呢 像这个锂天拉的锂矿一嘛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最大岗吧 昨天对吧 那今天大家都可以看 冲高回落 然后前面涨的比较多的一些设备 都都像新元威啊 拓金啊 这些都调整 然后安吉啊 波克 波克威啊 对吧 可能这种长光滑星啊 这一类的 都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 那么半导体板块 现在还是反反复复 我觉得到还没到 这个就是完全能够 他们成为主线 走独立行情的时候 对吧 因为一轮反弹 其实挺有意思的 就是主线一般不太会变 最终开始 最早开始的这种主线 它会贯彻下来 那目前来看就这样 对吧 医药板块 也是从医疗器械先开始的 然后创新药啊 CXO啊 对吧 这个实验室的设备啊 到现在的新冠 整个的新冠药 它也是一个扩散性的 这个草重 然后大家看到软件 也是一样 从最早的新创 开始像这个 就是证物 对吧 这个 然后 朝这个数据 到现在整个已经 朝到这个元宇宙 包括web3.0的这种分支了 对吧 它都是一个 就是 就是 整个像 就是从大的一个 就是软件的板块 然后就是各个分支 开始细分 对吧 之前包括朝这个 大家可能还记得 朝那个 数字生物的时候 对吧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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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朝数字生物的时候 朝了这个数字正通 当时的时候就这样 对吧 它就是一波一波 就各个分支都有的 那么 这两条主线 因为比较大 所以分支也容易 扩散 有带动作用 所以到目前为止 医药跟这个 半导 这个跟那个 新创软件 这这块 这两块的主线 依然没有变化 没有任何的变化 就是什么时候 他们结束了 就意味着 比如说他们的高标 抱团的结束了 那 这个 这一波的行情 有可能要结束 有可能结束 所以为什么我说 众生药也不一定 因为它本身体量比较大 所以剩下的就两个 一个就是来自于 有限饮食的 股票 因为他们炒的是 宏销社的概念 就独立的概念 对吧 还有一个是天鹅 所以这两个 有可能是成为 跨年药的候选 众生可能 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就是这个事 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可能今年跨年药 就提前来了 对吧 去年10月15号 今年可能就是 11月头上就来了 只是我们说 因为你刚来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的 对吧 那么现在大家市场里面 都在传嘛 就传什么呢 就传说 这波是什么样的行情呢 所以今天大家都太难了 对吧 所以这叫什么行情呢 叫开天眼 普度众生行情 什么叫开天眼呢 就是开了一个天眼 老天开了个天眼 对吧 所以叫 一个叫天鹅 一个叫天地 天鹅 就是你们看到 天鹅 天地 就是这个 对吧 天地在先 就是 然后什么叫 普度众生呢 那就是众生要业嘛 普度众生 所以这波呢 其实就是 开天眼 普度众生行情 那么就是 保的 就是 汉的汉死 对吧 这个 然后你买到 这样的股票的话 那就当然 就躺在里面 赚钱 所以现在操作难度 非常大的原因 是什么 就是 现在又变成了极端的这种高标股包团 然后你只要不是在这个阵营里面的 基本上 亏钱的概率大 赢权的概率少 对吧 所以就是这个情况 然后 对于开放有预期的 包括我们讲的后面可能 因为12月份嘛 到了12月份的时候 大家还要有有几块嘛 对吧 12月份 我觉得真正的 冬天的 冬季对于 这个欧洲的 这个能源的考验 是会有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12月份 我们有传统的 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对吧 那个地方也会传递出 对于明年整个经济的 一些 就是 政策 对吧 就整个经济的政策 那么现在为什么 大家吵的比较多的 比如吵旅游啊 对吧 吵供销社啊 旅游啊 酒店啊 包括这个商业连锁 这些实际上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都在想的 包括今天这个 一度还是拉了 这种跨境电商啊 对吧 就络一层啊 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可能 短期 没有他妈太好的持续性 但这些东西 就吵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吵一个预期 就是吵 明年中国经济 想要有比较好的复苏 因为你现在靠外部 肯定是不行 因为有可能明年 整个的欧洲也好 北美地区也好 外贸的出口数据 可能并不会有太好的变化 甚至会更差一点 对吧 你要考虑到那边 这个经济 有可能会摔腿 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要搞 就是内需这块要提振 提振内需 无非就是这么的 就要尽快解决 我们的这个叫开放问题 那开放问题 所以的预期就是旅游啊 酒店啊 这个商业连锁啊 然后后面可能还会炒到 吃什么呢 就是食品饮料 加酿酒 那这次我还是这个观点 有可能食品饮料 会走的比酿酒更好一点 那么进入到12月份 到1月份 2月份 那就是我们传统的旺季了 什么旺季呢 就是传统的消费旺季 就是我们逢年过节了嘛 就是我们讲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 都作为消费这块 也应该是一个 最好的时候了 对吧 那么 到时候可能食品饮料啊 那种板块 还是会有机会的 就所以这块呢 就是市场 你看最近都是提前反应 那么这些 包括旅游酒店啊 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 有机会 但是不要去追高 就是调下来以后 去买是可以的 因为为什么 他们实际上是一旦 就是我们说疫情 控制住了 或者说是我们 总会有开放的那一天 对吧 那当然这些是最受益的 最受益的 但是股市是这样的 它炒的就是预期 因为这个事情肯定会 就是疫情肯定会结束嘛 开放肯定会来到 它只是个时间问题 所以资金一定是提前炒的 真正到了那一天 可能就是要买单了 就等你看到 都好了 都都恢复了 都跟以前一样了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 股票的高点了 所以它是一个预期性的东西 那么炒 现在在炒预期性的东西 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涨的时候你少追 尽量少追 然后调一调你再去潜伏 因为这个事情最后没有 就是开放这个事情最后没有实现之前 那这些预期的东西都在 就是我说的刚刚说的这些 包括旅游酒店啊 对吧 然后消费啊 这个商业连锁啊 这些东西都是在的 都没有问题 好吧 那么这个是 就是眼下我们看到的机会了 那从概念上来讲呢 现在就是供销社概念走的是独立 就是比预期的强很多 它等于有点像它走的是独立逻辑 对吧 跟另外两个不一样 跟医药跟这个软件不一样 因为供销社概念股票比较少 它实际上是体量比较小 但它走的是独立逻辑 也就这几个顶着顶着 顶得很厉害 对吧 天鹅啊 天这个 这个这个天鹅啊 中农啊 对吧 实际上其实大家吵的就是名字嘛 对吧 天鹅跟天鹅都有天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看啊 那个叫天地也有天 对吧 然后那个众 众生药业跟众生药 捆绑的很紧的是什么呢 是众态汽车 大家吵的都是众 众子头 对吧 就吵的这些东西 那么 A股你要说 有没有玄学 这个些东西 其实是有的 啊 你仔细去看 你就知道了 是有的 然后最后说一下啊 最后说一下什么呢 最后说一下那个 因为 呃 现在来讲 大家对12月份 美联储的加息的预期 对大部分的观点认为 加息的最高点 已经在10月份看到了 12月份大概率加 就是要加50个点 然后明年可能还有 25 25加两次 对吧 如果是按照这种预期的话呢 呃 一方面就是 我们要看这个 呃 美国公布的这个CPR数据 第二个呢 就是 呃 整个就是 也就是说 呃 包括 就是美国的这种 通胀 啊 包括美联储的这种态度 啊 都是很关键的 那么与之相对应的 其实跟它相对应的是什么呢 就是 贵金属 贵金属两个龙头了 对吧 今天是调整了 金贵营业 连涨两天以后 数量调整呢 我觉得挺好的呀 这个肯定是一个买点啊 不是个 就是至少是潜伏下 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吧 应该还能够往上 反包的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是二二三七的 很棒的 今天调整更多一点 对吧 更多一点 但实际上 我就看个人喜好了 对吧 就是这是一个 另外一块呢 就是来对西土 啊 就是中国西土 啊 中国西土 这是中军嘛 对吧 中国西土 这是中军 那它走的也是这种 结构性的行情 那么西土呢 我觉得等一等吧 别不用急 非急在现在也不一定 那西土如果最好 有一波中级调整 就类似像 中国西土是中军嘛 你也可以找一些弹性调 到时候你看一下 终极调整 我倒认为西土 明年的机会还是挺多的 那为什么呢 在所有的金属里面 小金属里面 那西土作为中国的 战略资源品 对吧 那肯定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品种 啊 那么 然后黄金呢 它只是对标了 这个美元指数 以及美联储的 这个加息的态度 所以这两块呢 通常一个是短 一个是偏长一点 西土是作为偏长一点 作为战略性的这种储备 那么 呃 就是 明年又是兔年嘛 对吧 在上一个兔年 炒的就是西土 那这就是 就上一个兔年啊 炒的就是西土 因为我自己参与的 那个时候 就是很多公司 我当时做了一家公司嘛 牛逼都不得了 就是 就是 他是房地产公司 然后他说 我有 我要去开采西土 结果那股票大涨 就逆 逆大盘 那个时候 大家知道 就2011年 2012年的时候 大盘是一塌糊涂的 对吧 那个时候涨的 就是西土 那 为什么是西土呢 因为兔年 西土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谐音嘛 就谐音 那今年 那明年又是兔年 觉得西土 看这个样子 是有点像的 反正就是 我们边 就是 你心里要想的 这件事情 然后呢 就是跟随市场 那如果真的市场 西土板块起来了 那就知道 这个东西是有的玩的 对吧 那么 到时候 你跟龙头去做就行了 就跟龙头去做 反正上一年 我是 就是上一个兔年 就是当时 这个做了 一个西土股吧 就是 叫吴宗生有西土股 反而是长得最好的龙头 做得比较好 那么 还有一个就是 当时还有一家 做西土的 叫西藏发展 我觉得很清楚 就原先的名字 对吧 当时的叫西藏发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们看一下 月先就知道了 你看一下月先就知道了 那2011年的时候 看到吗 就在这个地方 2011年的时候 上一个 上一个兔年 大家可以看 你们就知道了 对吧 当时长的西土 长得有多好 它炒的也是西土概念 那个时候叫西藏发展 现在叫ST 这个西发了 对吧 历史会不会重演 我也不知道 但是 到时候大家盯吧 明年我觉得盯一下吧 现在短期 不用太讲究 不用太讲究 那其他就 没什么 因为 昨天有人可能在 昨天有人跟我讲 这个在 电台里面 听到我讲 玉制菜了 对吧 今天玉制菜 长得很好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 本身我觉得 就是预计 我的预计就是 世界杯期间 一个是玉制菜 一个是 就马上是世界杯了 对吧 卡到世界杯 一个是玉制菜 一个就是修宪临时 有可能是有完铺的 有完铺的 然后还有一个 独立概念的 就是来追体育 体育板块 对吧 那体育板块 就这个了 就是2858的 这个一生体育 对吧 它除了体育 今天又被归到 这个外国3.0概念去了 那这个呢 反正又是短期的 这种股票呢 它不可能去超越 天地在线 这种类型 对吧 这种 就是概率极小 概率极小 那么也就是说 正好赶上这个 就炒一炒 就可以了 所以你没有赶上 前面那一波 对吧 你没有赶上前面那一波 那就 现在没法弄 现在没法弄 更多的筹码这些都 都结构一般般 一般般 所以只能是说 后面看看 有没有DC机会吧 对吧 也许有 但基本上没什么高度 就没什么高度 那画一个重点吧 最后画一个重点 重点就是 短线可能 DC黄金概念 或许收益要好一点 然后券商会有 最后的补涨 可能对指数 对指数有贡献 最后的补涨 但是券商到底 谁会是那个 很龙头 就是当入的龙头 不知道 你要当天盘中看的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 几个 就是有可能 跨连腰的 对吧 一个是天鹅 一个是西安印石 那么再有就是 高标股 一旦 就是我们现在 几个高标嘛 众生啊 这个西安印石啊 这个天鹅啊 对吧 天地啊 那如果高标股 在下周吧 我觉得明天 应该不会 对吧 在下周如果出现退潮 那么就意识着 指数有可能就结束了 办弹结束了 然后 要防一下 就是共争的下跌 就是那 那个时间点 还是15 16号吧 对吧 以后 所以你要看 这个盘面的迹象 好吧 后面几天 其实操作并不容易的 如果你手里 没有这种股票的话 你就看你自己的股票 能反上去的 你也减一减 我觉得这个是 最好的 交易策略 好吧 那今天的课程 就跟大家讲读多 好